原来就在几分钟以前 崔花正被女人身的白蚁侵扰 浑身骚痒不堪 为了不影响女人 崔花悄悄不好看 谁知行为激怒了女人 那天崔花被强制逼动 女人悄悄蹲下 为崔花疗伤 画面太美 外人别看了 崔花正躲在屋子外 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女人时 前男女的现女友 又不凑起地出现了 刚见到崔花 女人就明白了此时 满脸羞耻的表现的含义 直接一针见血 那一刻 崔花竟然被劝浮了 准备开始享受这道感情 起不了返回店里 却发现这个女人 竟跟自己的姐姐 鬼混到了一起 如此苍白无力的解释 面对满脸羞红的两人 崔花只能表述无奈 面对这个烂型的女人 对感情的态度 崔花生气了 直接扭身离开 但现实是 女人不仅没有追出来 竟还在店里 跟姐姐思宜地笑着 之后发生的故事 传属太扯 有需要的 找全篇欣赏一下吧 听说是还有第二季 静静等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